别看了 赶紧研究研究故事吧 你们能不能稍微小点声啊 你们能不能稍微小点声啊 先吵啊 先吵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啊 你 你什么你 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 他 他什么他 别指我 我 我我我我什么我 我 好了好了好了 找多多你这个人 你先别接吧 要不然我就 依珊 你说他们是不是太吵了 现在不是你吵我们的时候了 各位 各位 那个 咱们要不就排个时间吧 咋排啊 把各自需要安静的时段列出来 然后在这个时段 互不打扰 行 等一会儿我们就一起排 公平公正公开 空间有三把险 时间有三把险 可以的 总之以后我们直播的时候 你不许超超 那以后我看书的时候 你们也不许超超 不许超过三十分贝 三十分贝 那我们这边飞个苍蝇 就算犯规了 那我管你呢 就三十 哎 陆细胸 你现在不让人家超过三十分贝 那到咱们的时候 人家也不让咱们超过 那哎 那到时候咱们讨论的时候怎么讨论啊 像这样吧 是吧 行 那这么带 以后轮到谁安静 谁不能超过五十分贝 七十五十 七十五十 五十 两位社长 两位社长 六十怎么样 六十怎么样 听你的 行 等着啊 他干啥去了 别管他 走 我们接着听歌去 看见没 以后犯没犯规都能一目了然 这就叫公平过 公正公开 这晚上多少钱呢 我把钱给你 我才不要你的钱呢 那不行 这是公用的 不给钱不就代表我占你便宜了吗 那你就给一半 多一分我也不要 多一分我还不给呢 好了 来 我 陆师兄 你们这干啥呢 哦 我们呢 呃 我们准备拍手短片呢 挺忙吧 嗨 那可不 赵社长 你的社员主动问我问题 我回答 不算犯规吧 怪不得啊 都没在外面活动了呢 哎 那是啊 社团嘛 总得要有新的发展啊 啊 再说了 还有一些这个 不可抗力因素嘛 是吧 啥 他意思就是说 天太冷了办不了 办了也没人吸他看 转什么转啊 咱也整点活动呗 天天在屋里待着 也怪憋动 我先出去玩 干啥去 哎 赵总 你咋了 肚子疼 今天就到这儿吧 我也先撤了 哎 哎 哎 挺厉俗的 哎 哎 你可不能走 咱还没定拍啥类型的短片呢 哎呀 别看了 赶紧研究研究部是吧 师兄 师兄 我找到灵感了 你看 我怀疑 我爸和我妈 可能是在借同一本书的时候 认识他 你的意思是说 咱拍个初恋的故事 年代俊 有默契 行啊 说干就干 哎 您快说说你啥想法 哎 他们人呢 哎 呃 员工下班了 老板可能摆地摊呢 这天色不早了师兄 我们明天再聊 你是不是又身在曹营 心在汗呢 我 我我 我这不是需要点时间 理理一下私讯吗 嗯 肚子痛 肚子好痛啊 师兄 我肚子痛得不行了 我们明天再聊 啥玩意啊 这一个个的 咋都成为不好呢 慢走啊 美女啊 慢走 哎 看看有啥需要的吗 这口红有烟熏玫瑰色的吗 有 给你找啊 啊 来 这可以试一下吗 可以 你试吧 哎 哎 等一下 那个 刺在我手上试吧 嗯 行吧 哎呀 这太好看了 太适合你了 嗯 挺好看的 那就 买它了 扫码付款 谢谢 嗯 你看 我都买你口红了 要不咱俩加个微信吧 方便下一次买东西 嗯 嗯 来 扫我这个就行 来 扫我这个就行 好吧 给你转过去了啊 谢谢啊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来 走吧 慢走啊 你慢走 开心 走 Factory OK OK